终于Proton X70公布售价正式在马来西亚贩售价格就如我背后的这四个大标题 99800,109800,115800,以及123800 四个单级,Standard,Executive,Front-Wheel Drive,Executive,All-Wheel Drive,以及Premium Front-Wheel Drive 就是在马来西亚正式贩售的Proton X70 很多网友在我们的page回馈说 这个价格对于国产车来说是乎太贵了一些 那对我们作为媒体而言,作为汽车媒体而言 它这一次Proton X70它所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要提它的本身在配备 以及它的Voice Command以及它的安全配备上一个完整性 它这一次的配备不仅下达其他国产车 更上达日系韩系以及欧系车款 它的配备非常的齐全 像是包括什么 像是完全的上网功能,Online的Function 然后Voice Command系统 它的Voice Command系统是非常进阶的Voice Command系统 以及甚至在Full Spec版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智慧型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盲点警示,车道片,离ACC跟车 智慧高灯以及自动煞停的功能 这些都是在X70上面所配备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整个车身的质感打造 它与我们的熟悉的所谓国产车的质感以及组装品质 真的差别很大 它所采用的皮革,物料,组装扎实感 甚至是一切的铺层都与我们想象有很大的差别 好,回来提到这个配置的方面 动力等级,全车系标准搭载1.8公升 涡轮增压汽油引擎,钢内直喷 输出的马力是184匹,扭力是285牛顿米 搭配的统一都是六速的自排搭配Manual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在车里面看到 它的引擎室本身所打造的这个规格 所打造的这个标准 甚至都比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国内所贩售的财款 规格来得更高,包装来得更漂亮 这就是ROTO X70它这次给到马来西亚消费者的一个配备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 那这个价格究竟是贵还是合理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自己去拿捏那把尺 因为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嘛 我只能说它的配备真的给的不错 至于四个等级详细的规格分辨究竟有什么 像是入门版的Standard 它搭载的会有17寸轮圈 自动头灯 LED前雾灯 车尾的LED combination尾灯 然后online的4功能全车系标配 8寸的中央触控萤幕全车系标配 然后以及voice command都是全车系标配的 那如果是中间executive本级呢 搭载的是18寸轮圈 LED头灯自动雨哨 然后车内是皮椅以及附电动椅的功能 至于我后面这辆红色的full spec premium的本等级 搭载的将会是19寸的轮圈 Napa ladder它的皮椅 全景式大天窗 还有一个所谓的boss switch就是可以从无论是后座还是驾驶座都可以调整副座的这个座椅的这个按钮 至于它的外形其实很明显跟我们在clips之前介绍过的是完全一样的 是LED的头灯LED的日行灯 然后保感以及整体的设计风格都是跟吉利博越的小改款才同样的设计风格 只有中间的水箱护照这个infinite wave是所谓本地的元素 至于这款新车的安全配备 标准搭载6颗安全气囊 ESC traction control上坡辅助陡坡缓降 并且达到Action NCAP的五星标准 那其中最高等级的配置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Premium 甚至还提供了一系列的ADAS主动式智慧安全系统 车道偏离盲点警示ACC跟车 紧急煞停前方碰撞警示以及智慧高灯的功能 这就是Proton在马来西亚正式推出的全新X70 其实上次在Cleanse车展上我们已经在车内尽可能的为大家介绍过了车里面的配置 那这次我们再上去看看有什么上次我们漏了再给大家补充补充 好坐上X70 几样东西是我们之前可能有疏忽的嘛 好首先像全景式天窗是最高配置Premium版有搭载的 然后这一个呢在副座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是所谓的Boss switch 就是如果驾驶驾车子 老板坐在后方老板可以调整这个位置的座椅调整一个我最舒服的空间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全车系标配AirCleaner的功能 让车室的这个氛围尽可能的更加干净舒适 然后后方是有冷气出风口下面还有两颗USB插槽 整体看到这个车内的地板是相当平感平坦 而且这个NAPA Leather的质感真的感觉相当不错 而且它这个往下线的质感对于人体工学来说真的是相当的棒 然后也提过了嘛这个支杯架打开来 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组装品质真的不是盖的 这是Proton X70在后座所给到的大家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现在上前座去看看 好坐上X70的前座 我们有些资讯可以在这次的发布会看到 就是全车系标配 即使从入门到最高阶都标配全LED的这个驾驶显示 然后它会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 Normal, Eco以及 Sport 变换不同的颜色好像是白色,蓝色以及红色 就是在这里做一个非常酷炫的显示 然后三幅式的驾驶盘,皮革包覆 然后中间这个8寸的触控萤幕 是Proton这次最强调的这个Voice Command系统非常厉害 就是你可以跟它say hi Proton 它会跟你说话 I want to see the sky 它必须启动之后 它才有足够的电力去支援一些功能 不过车子将会配置SIM卡 然后它有独立的上网功能 所以它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网路功能 你要它找餐厅 你要它找加油站 你要它找ATM 你要它导航 你要跟它对话说车内太冷了 那播音乐 它甚至能上网找音乐 它都可以支援 我觉得对于这个智慧化时代来说 这一套系统我相信是它最值钱的地方 那这套系统不管是从入门到最高配备都有配置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它就是我想说的嘛 就是它这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它好玩它实用 然后它高科技又非常酷炫 对那这就是这次我们在Proton X70 发布会上所看到的这款新车 那至于试驾 那我们尽可能尽快跟原厂做个安排 看什么时候可以试驾 也再试一试这套系统给大家看看 到底有多好玩 好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段落 喜欢我们的影片点个赞 也欢迎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来我们的facebook 那去观赏我们其他的更多汽车影片 谢谢大家